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聊聊国外的乐门视频 像国外很多的这种视频 其实放到国内的话也是适用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视频 它更多的是以渲染情绪价值为主的 也就是娱乐性为主 那么它背后不要夹杂一些文化背景的一些因素 因为带上这些东西的话 一般局限性就比较大了 如果你拿到国内来的话 很多人一方面看不懂 另一方面甚至也可能出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前提 当然国外的一些大的视频网站中 乐门的视频基本上也都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这些视频大多数 它是不以文化背景为限制的 因为像这些视频能够看到的人 也都是遍布全世界的 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语言或者文化环境 这种背景的限制 导致很多人就没办法看 甚至看不懂 所以这些乐门的视频 天然的有这种特点 咱们去进行利用的时候 在国内的话 如果说这些视频可以不加以解说 就能看懂的情况下 那没关系 那就完全可以拿来使用 但是如果看不懂的情况下 一定要加以解说 或者就是带汉语性质的这种解说 尽量的多去做一些 那往往就能把这个视频变得更加有趣 这一点可能有些人理解不了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国内的话 对于视频本身来讲 要求它并没有那么高 像国外的平台 在整个视频元素当中 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 视频整体的画质 包括画面的干净程度 不需要在视频当中 夹杂各种复杂的元素 就保持一个纯净的视频 这种情况下 一个视频能成为乐门视频 可想而知 但是在国内的话 这个视频本身在平台来讲 它就鼓励大家去加很多的这种 不同的影响视觉观感的这种元素 比如说直接在视频当中 插录一定的logo特效 或者是字幕等等 那么所有的这些 其实区别就在于平台的不同 在国内这些平台 因为受到受众的影响 我们去发的时候 肯定要按照这些平台的特点去做 而不是说你拿过来一个视频 随便就发了 在国外的话 它是乐门视频 发到国内就一定是乐门视频 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拿过来之后 一定要把它变成是 符合国内用户观看习惯的这种视频 这种情况下 这个视频流量才能够慢慢的起来 这些乐门的视频 在国内的话 它才能有更好的这种推荐量 不然的话 不同平台用户的观看习惯是不同的 大家发了之后 一点流量都没有 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就会得不偿失 所以咱们不管怎么做 技巧型的创作方法也好 还是去用到一些 这个所谓的创作套路也好 所有的这些的背后 目的一定是 首先你要满足平台要求 第二个就是用户 他得愿意看 并且喜欢看下去 所以在这方面上 是最简单 也是最基础的要求 当然我们做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有用户思维 很多人喜欢站在自我的角度 去看自己的视频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视频来 只要你花费了时间和精力 你自己去看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非常满意 因为这是你辛苦劳作 做出来的东西 并且自媒体这个行业 它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自带骄傲的属性 就很多人做了内容 就感觉特别的满足 这种情况下 大家是很难判断 你的视频 它到底有没有用户喜欢的 所以针对内容 或者是选题方面 尤其是解决流量四要素 这几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有用户的思维 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想一想 这个视频我到底愿不愿意看 那么用户端 大家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标签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视频 想要让用户喜欢看 首先来讲 这个用户 它得是对应喜欢 看同类型视频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如果这个用户 他平时喜欢看的是 体育类型的一些关键词 对于娱乐领域的一些内容的话 他从来都不看 那你做的这些娱乐类的内容 让他去看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判断的也不是精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做内容也要明确一点 就是你账号一定要垂直深耕 某一领域 这个领域可以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包括很多的内容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尽量的去抓住一些相同 或者相似的关键词 垂直的去做 只有这样 这个账号才能快速的 被平台机器审核 能够判定出来 你这个账号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账号 比较多的这种相似标签出现之后 平台审核的时候 它往往能判定 你这个账号 它其实做的是什么内容 这种情况下 才能在进行内容推荐的时候 对于一条视频 所做的这种正常流量推荐 对于你其他视频 相同话题的视频 流量都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一点是账号运营到后期 等你的流量和权重都稳定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就是正常的流量推荐 往往不是说只推你一条视频 而是通过你的一条视频 还会对其他的相关的视频 产生流量推荐 这个时候 用户连续的这种观看行为 在平台看来 其实就可以把它们定义为年性用户 这种流量 目前国内基本大的自媒体平台 都是非常推崇的 当然国外的话 这些指标其实并不明确 但是在国内不同的平台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平台当中 大家后期如果想要赚钱的话 或者想通过自媒体月录 超过一万块钱 一定是需要有这方面的发展的 不然的话 是很难达到比较高的收益的 如果只是靠普通流量 尤其像一些泛娱乐类的内容 在不注重粉丝粘性的情况下 这个账号收益起来的是很困难的 在后期 即使大家频繁的出爆款 权重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也是很难达到比较高的收益的 这个就是泛娱乐类领域的局限性 但是其他领域的话 基本上不会出这种问题 就只需要大家记住一点 就是用户粘性是高于一切的 想要获得高收益的话 一定要做好用户的粘性 维护好这个关系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 想要系统学习自媒体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108块钱 课程的介绍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反正咱们下期再见